临命中的三个意念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善根人直接从不迷下手 观想这个东西是我过去欠你的 还你就算了 缠定的人是这个静我不住 就像有人骂佛陀 佛陀说你端东西给我吃 端不端你决定 吃不吃我决定 我可以不住 不取 第三个我要求自己不要乱动 棱严经就是一件 定会三身 来对峙攀缘心 所以我们开岛林中的人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让他向外攀缘的心回光返照 就做这件事情 让他回光返照 过去曾经在佛堂中 休息的界定会上根 还记得吗 你在听经的时候 听闻阿弥陀佛的功德光明 还记得吗 你只要让他一念佛陀 一念自己的自信上根 他就有救了 我们一再强调 一定要相信真实的上根 绝对可以消灭心中黑暗的罪业 你要相信 一个人这一生在人世间打滚了七八十年 临命中时大家都是百感交集 不好受 经历了很多的人生恩怨 一路走来 心中所留下的痕迹 每个人都是心有千千结 那么在临命中这个紧急关头之下 谁能够提起正念 那就是往生的一个成败关键 你的信仰很重要 当你提起正念的时候 你要深信你心中的上根是真实的功德 你内心的菩提心 对阿弥陀佛信仰的愿力 那种上根是真实的 你用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愿力 去攀缘阿弥陀佛真实的功德 一定可以对治这一切虚妄的假象 以佛法的角度来说 无论你怎么样攀缘 只要一念的回光返照就够了 这一念的回光返照 就能够消除百千万亿节的攀缘 为什么 就好像千年暗示 只要找得到电灯 一瞬间它就亮了 不用等到千年才亮 那它凭什么临终时 能够把地狱的蒙火 化成清凉风 凭的就是它临终的回光返照 把心带回家了 它以前是离家出走一念谜 生死浩然 现在它遇到善知识的开导 回光返照找到它心中的光明 把它真实的上根表现出来一念物 轮回顿西 这种传承只有大成佛法才有的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但是如果你临命中继续向外攀缘 那就没办法了 临终的就只有一种情况回光返照 用事项来说明 比方说你临命中的时候 想起世间的一些恩恩怨怨 这时候你回光返照时间没有对错之分 这才对 如果你还有对错概念 表示你没有回光返照 还是向外攀缘 那就没办法 依照能言经的意思 只要向外攀缘 再大的善法都救不了你 都是生死之法 所以临终的最高境界 就是密之了不可得 世间的人会说 不错窝 你一生做了很多善事 这是中等人 你还认为你做了很多善事 那你心还是向外攀缘善法 事实上 临命中最好的意念 就是意念真如和其自性本来清净 第二个意念你的菩提心 清净心里面有无量的界定慧 解脱 解脱之见五分法身 第三个意念弥陀的功德 这样你就成功了 解脱之后 感谢观看